好的 各位请一下地老天们过来的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来推荐这个很棒的剪挂式的这个电风扇 我们之前有开箱评测过 这一个是黄色的鸭子的 那这个其实现在呢 在下方这个连结你们可以买到另外一个款式的 因为有人在问说那个鸭子的买不到 那你这个款式的可以买 那今天我们也会评测另外一个这个细胶的 它就没有卷起来的 它可以直接挂整个一体成型的这个细胶 所以我觉得另外这一款的也不错啦 如果你懒得说 因为第一款的话 有小小弟在问说 它自己卷起来的话 就是说它比较麻烦 那你就可以选第二款 但是第一款的我觉得它的好处是 它的大小可以随便你自己去调整 那它是用旋转的 另外它的风量非常的强 快速再讲一下好了 它的风量 它的操作也很简便 它就是只有一个按键 开然后去点 它就是会有可以去调整风量 不用长按啦 按一下就可以 按一下它就开启 它的风量是非常强的 然后它的声音我觉得也不会很大声 这可以调整三段式 然后关起来 另外这一款的话呢 它是直接细胶一体成型的话 我觉得它是更方便不用去调整 还有就是它这个细胶 我觉得很柔软 很舒服 那等一下我也会稍微挂着测试给你们看 它在按也是很轻便 按一下就是有风 它也是有几段式这样子去吹 那它这个是有贴纸去保护 你可以撕下来 那因为这个已经快要没电了 它有指示灯 Type-C的充电 所以你们可以 就是回来买到的时候 回来可以再充电一下 让它的电量更足够 其实带在身上的样子都是 我是觉得很不错 而且那个风量都是非常足够的 它是软的 都是可以去做旋转去做调整的 那我们就装看看 那像这样 眉眉的话 它就挂在脖子 它其实这是软的 脖子会不会痛 不会啦 所以其实它可以去调整你自己的大小 这个我之前很推荐的呢 它的方法也是就是要把它绕开 然后就是带在脖子上 那如果长短的话 它也可以 就是可以自己旋转把它调近一点 对 对非常好 好 OK 好 那总结一下就是说 这两款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说 如果你希望收纳更小的话 你可以选这一款 那像我自己的是这一款 不过我的是鸭子的 那它现在有出其他的颜色 你们就是可以购买这一款 鸭子的部分 可能你们要询问那个店家有没有 在下方的连结 然后这一款的话 我是觉得 比如说你比较不想要去调整 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挂 而且它这个非常柔软 我觉得这一款也非常好 而且风量我觉得也非常强 看你的需求啦 而且也可以拿来送礼物 送给人家 你有时候家里没有电风扇 你就带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那我们频道也有折扣嘛 你们输入的话也会便宜一点点 好 那今天自己就要这啰